先议员张全新兰请县府协助协调果菜市场 收力到乌鲁村民的高冷蔬菜 好 因为其实我知道我们县府一直都在推小农还有青农返乡 所以我们的量可能没有像集货厂或产销班这么这么的多 但是我想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它不是一个团体 它不是一个产销班 它只是个人的小农 我们就不收它的它们的蔬菜 蔬果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是要积极地去协助他们 那其实我知道说不只是我们国家市场 因为其实台东的市场真的真的比较小 但是因为就我听到的是 有可能他们是从外线市进来的大量的中盘商 他们进来的之后变成压缩到我们在地小农的一些产销的路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县府可以去积极去协助他们 因为我们都一直在推小农 小农小农返乡 可是返乡没有办法去销的话 我觉得这就完全违背我们当初的利益 不只财经处 我想把农业处原民处 我们现在局处都来协助这样的事情 但是对市场这块我们先来处理 那后续有关行销或怎么样对量的部分 怎么样让外面进来的部分 不要影响到我们本地农产品的一个行销的一个管道的部分 我们会再来做横向的协调跟市工所和其他市场的一个协调的一个机制 台二十线摩天路段 利松温泉出路口 地基滑动严重 张全新兰请县府协助 争取建设替代道路 从八八峰灾至今去十年了 这个路段没有好过 只要大雨一来 逢雨就必滩 那这个是他们还好不容易修缮完成了之后 白鹿台风一进来 还没有完全进来 一个好大雨 对就造成这样子的塌陷 然后呢 这四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个地基都没有办法打到他们真正的研盘 没有办法去稳固这个路基 所以只要雨一旦再进来的话 我想这个地方就一定还会再继续往下滑 然后过没多久 刚好我们不是又有第二个什么大雨吗 进来了之后 不好意思 它就真的完完全全一半就滑下去了 因为其实本贤也有去 也有去跟我们公务段的同仁去 去私底下了解 其实他也特别讲到说 这个路段 刚刚看的那个照片 为什么那个地基一直往下滑 因为他没有打到真正的研盘 那也代表这个研盘不稳定 二来 这个研盘真的非常非常的深 可能深到 他们可能做一般基础可能20米 他搞不好40米 甚至60米 那导致工程竟然没有办法去稳定的话 其实本席会建议说 一来我们是不是能够请县府来协助 积极争取说 让他们能够去做改线的路线 这是提案一 那第二个 就还是回到我们利松温泉 因为利松温泉它算是我们的产业道路 所以我们乡跟县 我们这边可以来协助的 那如果他们一旦改线了 我想他们可能也不会去 考虑到利松的出入口 那所以我这边也有第二个提案就是 能不能请我们县府 这边来积极来协助看看 利松温泉的出入口 甚至它的道路 有没有可以有效的改线一个比较稳定 让它不要一直不断的滑动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出入口 它已经是往上移了 你看往上移了它还是贪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路段没有去做改线的话 那造成我们没有办法 观光客没有办法下去 而且那边又有我们在地的农民 底下还有一些在务农 所以农产如果销不上来 不可能用杯的吧 如果每一箱都用杯 我想农民也吃不销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能够再请我们县长 能够折成我们各局处 还是说所处的局处去协助看看 好 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 我们来跟公路局做一个请求 但是这边也需要 相公所还有我们要有立委的帮忙 有关议员提到那个改线的部分 我想我们再来跟观赏公路段了解一下 那我们会把议员所提的一些建议 我们请他们来做参考 张全议员请县府研议统整资讯 做成手册便利献明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十九届第二次定期会 县议员张全新来县政总咨询问证内容的摘要报导 由刘瑞文占领 所以在